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马匹的了 就是五强人斗这个进亚马逊 结果呢 又是痛失这个冠军了 我刚才就用这个例子了 重点线前他赢 重点线后他赢 但是重点线我们来看 他输还是赢 五强人这匹马呢 我一直都看好他 因为他是三岁马匹 刚刚只输给贺小弟而已 贺小弟在这群马如果跑的话呢 根本是没有对手的 而且呢 我们分析整场赛事呢 也没有什么马匹可以威胁他 唯一呢 就是进亚马逊 所以在这场赛事呢 你看到超凡硬输 在前面领也不怕 五强人已经看到第二呢 已经很好 然后后面一点的马匹呢 就是进亚马逊 反而进亚马逊今天就留得稍微厚一点点 就看着你们来跑 五强人这个位置真的是要输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候所以运气就是这样 你说他跑错 没有跑错 只是那个运气没有那么好而已 然后旁边那一匹呢 就是能力也不算是很好的这个大圣叫 上来就是威胁一下而已啦 在后一点的杰明令这匹马根本在这个水平呢 不够这两匹马跑的 好了 下面那个超凡硬输开始利落 在这个位置啊 你真的是认为这个五强人怎么可能输 但是进亚马逊 人家一开门啊 他就来了 相对来说呢 进亚马逊的后劲是比五强人强的 但是也不见得他一定追得上 因为五强人的能力也不错的 杰明令已经是利落了 哎 没想到真的是最后一步就是这样给他打败 好 我们看看这个走位系统啊 在前面的这匹就是三号的五强人呢 以为这样子一出头就已经是赢定了啊 我相信大家的看法应该都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放心了 可是呢 非能想到 后面呢 有两匹马同时上来 一匹是杰明令 可是杰明令冲了一下子就没力了 再外来呢 则是这一匹一号的亚马逊 他这样一冲上来呢 不得了 马上就拿走了这个冠军 我们看看直升阶段 红色彩衣的这匹刚刚超过前领马的就是三号的五强人 祖利曼侧齐的 他现在开始打边了 但是在他外来呢 就是五号的这个沙菲什侧齐的杰明令 杰明令冲上来大概不到三秒钟就没力了 在外来的蓝色彩衣的则是一号的金亚马逊 他这个开步三步两步就赶过了这个我们的大人们五强人 非常的可惜 当时我一直担心就是杰明令你能不能顶得住他 当你顶得住的时候真的是放心的了 没想到金亚马逊这个后劲那么强 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我们后来就看那个慢动作的影片真的是气死人了 重点是为什么放在那个位 放前一点放后一点都可以的吗 对 往往就是我们说马场找不到两片相同的输液 今天就出现了两次 所以主力真的是运气差一点希望他往后的那个赛事呢会好一点了啊 但是作为一个见习生呢他必须要从这些赛事里面来磨练来吸取经验教训才有的进步 拿捏那个终点现在哪里 真的你现在看到你经过了经历了这么多应该会进步了 我们希望他呢将来会走得更好 对啊那往后我们五月份就是クリスファー短途锦标啊 这场赛事里面呢因为跑的是这个首关是沙地比较特别 后面两关是草地 这个沙地呢很多人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的沙地王 现在可以叫沙地王了 对啦巴迪诺 巴迪诺他还曾经代表我们这个新加坡去韩国参加这个比赛啊 也是在狱而归 那他在这场赛事里面呢如何跑的我们来看看片段 他走得真的是非常出色 当然这场赛事呢我们也不能不说了 万磁王因为这个排位呢 他前面就抢得快一点 抢得快一点的问题在哪里呢 他的步一开速度一来的时候呢 那不能受慢的 所以变成他不刻意 但是就变成那个前面速度快了一点 快了一点之后呢 前面就等于说你用力用多嘛 你要记得呢一匹马跑一个赛程呢 他的油缸就是这样多 前面用多后面就没有油 所以他到这个转换之前呢 虎卡布布也是逼他要快一点 所以他很快就在前面领出来 他领出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用多之后呢 后面你看那一匹就是巴迪诺啊 然后呢是一个好人啊 步步高升啊 这是后商能力非常强的马匹呢 就在后面透笑了 因为你前面用的多 等于说你最后两百 你看你怎么可以脚软啊 结果你看 现在就是步步高升 眼看已经赢了 一个好人再来捕捉他 因为这是纳迅的马匹 没想到外面那一匹真的是杀地王啊 巴迪诺三步两步就把这笔 步步高升打败 当然步步高升不是短途嘛 所以这样输也没话好说了 我们再来看看走位系统啊 到了这个进入400公尺的时候呢 你还不会想到这个巴迪诺 能赢出这场赛事了 因为在前面争强的马匹还蛮多的 可是呢进入200公尺的时候呢 巴迪诺一下反超了这个 7号的这匹 休息回来的步步高升啊 这个时候已经是锁定战局了 因为呢步步高升根本就不是一匹 短途的这个杀地马 我们来看看直城 现在在前面戴出来的黄袖黑衣黑帽的 就是大热门这个万磁王 他到这个时候是明显的已经是利弱了 在后面红衣 红帽的这匹呢就是7号的步步高升 再外蓝的这匹浅蓝色彩衣的则是巴迪诺 巴迪诺最后只是跟这个7号的步步高升 单打独斗而已 凭身形凭他的这个步速都不占优势 步步高升输给他也是没话好说的 我看这场赛事呢就是因为平方赛 所以100分以上的马匹的控制大局 对 纳迅的两匹休息回来只是做热身的马匹呢 分别占据了这场赛事的这个亚军跟季军 我看往后长途赛事这两匹也是主角了 对已经试准了状态非常好啊 对啊所以万磁王能不能再威风呢 我看排位好一点他还是有他的实力的 以前我们很佩服少尔进行这个就是安排赛事的时候做这个马海战术 但是这场赛事你看 他没有派的他派一匹的 对假如派的话会不会好一些呢 应该是 所以往后看看他在安排万磁王出来的时候呢 有没有别的马匹帮一帮 好了这场赛事之后呢 同样也是在礼拜天的这个级别比较算高一点的赛事了 就是一场评分指标89的这个赛事 在这场赛事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一匹呢 也是近期呢 可以说是状态一直处在巅峰的马匹太平盛事 对啊他刚刚在前一个星期五赢了 现在又出来看这匹马的走势非常的出色 来看这场的沙地赛事 对手不弱的 不发现这个情况 这场不弱的对手呢 高分的马匹呢都是头重很重的 57.5以上的马匹呢 就那四匹呢没办法坚持 所以到这个评分大概我们也了解了 实力差不多的时候呢 头重重会影响你的那个发挥 所以在前面你看七斤刚前速够快 但是因为他这场赛事 头59公斤减2公斤也是有57 然后呢跟着第二乐人 刚刚休息回来 但是又头57.5公斤也是很重的 然后守在第三的伯特幼 这场赛事大人们 同样也是头58公斤 这三匹都是重磅的马匹 都没办法可以坚持 另外那匹呢沙地王 也是非常厉害的沙地王呢 华丽威 但是也是中方冲不起来 罚给这匹太平盛事 他只不过是脱这个56公斤 本身的沙地能力也是非常强 你看最后阶段就是后劲以他最强 跑法呢跟他上次打败这个垂直起点 一模一样 就是直撑200公斤一加速 你们没办法跟他上来 因为他最重要就是脱重不重 56左右呢他可以应付 来看支撑系统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太平盛事呢 还是躲在这个马群的后面呢 还没有说是打算动手 可是呢当前面的马匹利若呢 向内闪的时候呢 是在给他让路 他就毫不犹豫地冲上来 在他身后紧随而上呢 就包括了8号的这匹黑小石 这匹马呢今天拖青棒 来越级报名参赛呢 也是一匹不容小看的马匹 还有一匹马呢是休息回来的马匹 这匹马呢就是热金 我们现在也基本上可以总结出来一点的 近期这些休息回来的马匹里面呢 体重变化不大 马匹呢都要特别留意了 他们的表现呢在近期的赛事里面呢 都是常常有好成绩交出来的 最少都有个位置 包括像这匹热金最有代表性了 你看它是6号 现在是排第三最后过终点的马匹 说到这样子我也要提出一点就是 他们不管那个培率冷还是热 只要体重变化不多就可以了 不过说回这个太平上市呢 我觉得这匹马萨迪的能力呢 真的是比这个草地好很多的 其实以后呢也就不要去刻意地去 让它调换场地啊 跑它适合的赛程和适合的场地最好 对啊慢慢它就可以变成 另外一匹巴迪诺的 对啊对啊我们沙地上的号码呢 现在也是急需要增加这个数量 好了这个礼拜天的三场赛事分析完了 我们先看看这一天总结 第四场三号五强人运气欠佳还可以继续追捧 第八场二号巴迪诺杀地奇才实力超桌 第九场五号太平盛世再接再厉杀地特加 好了这三场赛事分析完了 那我们也就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 那今天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首官呢 短途系列赛的首官这个巴迪诺赢出来了 也是在我们在我们的列表里面多了一匹去跑这个我们国际赛的这个短途锦标赛 虽然说他杀地可能比起来的好 但是你这样的成绩呢你必须要要选他出来代表新加坡的 至少有一个参赛资格了 往后那些锦标赛我们一匹一匹选出来了 对对好了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赛后点评赞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